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第一堂課非常榮幸 邀請到我們前新竹縣文化局的局長 蔡榮光蔡局長 他現任新竹縣政府的參議 邀請他到較大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蔡局長出生在新竹縣新浦鎮 一個非常純樸的客家小鎮 那邊有大概全新竹縣最密集的祠堂 就是非常多的古蹟 希望將來有機會大家可以去拜訪 那個客家存福的小鎮 後來大學 他是府人大學德文系畢業 之後是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 他對於文化的發展 跟整個文化政策非常的關注 他曾經擔任在有五年的時間擔任我們新竹縣的文化局局長 受到縣長的器重跟任用 在新竹縣也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舉辦新竹縣的客家花鼓節 還有做了很多的硬體的設施跟軟體的文化活動 在去年就是最近這兩年 大家就是在國內不斷地在為要開放大陸客 要吸引大陸客觀光 在絞盡腦汁 那新竹縣他們也從眾多的地景人文產的資源裡頭 找到了新竹縣的一些資源 那透過這些資源把文化跟觀光做了一個很好的結合跟行銷 那蔡局長他就是擔任新竹縣的張學良以及 三毛固居的重建小組的造集人 那在去年的12月12號 這個張學良固居也正式的啟用 那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文化市門好生意 談張學良固居的重建策略 那到底文化是不是好生意呢 那我們可以透過蔡局長的分享 了解整個國際上在文化創意產業上的一些發展 特別是在台灣是如何來經營跟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那我們新竹呢 新竹有哪些資源 新竹可以怎麼做 那大家可以透過他寶貴的經驗 一起來更加的認識新竹 好 我們現在就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蔡榮光 蔡局長 好 謝謝洪老師 各位在場的各位好朋友啊 大家下午好 很高興啊 因為聽說在大學裡面啊 下午的第一堂課還不是最難挨的啊 應該是早上的第一堂課對不對 早上第一堂課呢大家起不來啊 那不是我想說下午第一堂課呢 也有它的缺點 剛吃過午飯呢 這個血液都跑到胃裡頭來了啊 頭腦裡面缺血可能會比較有一點點昏昏欲睡啊 不過我想呢 我盡可能的把音量放大一點啊 讓大家睡的時候呢 不是那麼安穩的可以睡啊 不過我盡可能來看一下我的poppoint 因為我準備了將近一百張的圖片啊 那我想這個圖片呢還算精彩啊 那可以來讓各位呢可以揚揚眼睛啊 不過我講的最重要的是希望借著這些圖片呢 加深各位的印象啊 各位都知道光是聽的話 大概聽完走出去啊 剩下30% 記得的啊 如果透過視覺效果有看到圖片 而且是彩色的圖片的話 它可能可以提高一倍啊 到60%的那個啊 這個印象比較深刻一點啊 那如果能夠自己去DIY做體驗的話 那就更好了啊 如果說這堂課上完以後呢 有機會 各位呢可以這個騎摩托車 騎單單車也可以啊 現在最夯嘛騎單車對不對 從新竹出發 就是這條路線哦 前面那條光復路啊 就是走往山區走 就可以走到張學良故居了啊 全程大概是50公里啊 那開車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因為路很彎啊 來回100公里而已啊 好不好 不過呢這個 現在我建議各位呢 就明年去會更漂亮啊 因為我們今年又再繼續投入 將近5000萬的經費呢 做合體的整治跟美化 還有呢步道系統的這個加強 我想現在去的話是看到故居 故居是蓋的很漂亮 但是周邊的景觀還沒有搭配上來啊 那今年我們會繼續啊這個快馬加鞭 包含道路系統我們會改善啊 那希望呢很快的可以再故居啊 張學良故居跟各位見面 如果我在場的話 你們認得出我來的話 不要客氣啊 免費的導覽在這邊等著你們用啊 好我們就回到我們的主題啊 那之所以會定這樣一個題目呢 文化是滿好生意的 其實呢 我們當時蓋 把張學良故居重建呢 不是只是蓋一個建築而已啊 其實我們的思考呢 一直圍繞著文化的思維啊 為什麼要蓋故居 也是因為文化的思維 所以呢那個故居本身呢 只是一個什麼 一個具體的一個形象 但是呢 它的這個背後代表的內涵跟精神呢 其實我們是用文化來做支撐的啊 所以呢我想說 用這個張學良故居的重建的 整個策略的整個過程呢 來談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啊 那各位大家都很清楚啊 現在我們國家呢 現在全世界都一樣 面臨到所謂世界金融大海啸 對不對 大家也許收入減少了 啊 經濟可能比較拮据一點啊 但是呢 文化呢 絕對不能少啊 而且呢 文化也不一定要花大錢 它確實可以支持你基本的 生命的價值跟生活的品質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武器啊 我們應該有這種印象啊 像比方說東歐 東歐國家的開放呢 通常它的經濟通常是比西歐 或是其他先進國家慢一點對不對 但是你去捷克 你去匈牙利去波蘭 你去看看 事實上呢 他們的經濟 他們的國民所得可能比我們低 但是 他們可以為一場音樂會 晚上要參加一個音樂會 可以盛裝 穿得很正式的服裝 然後呢 進入到音樂會會場 到音樂廳 聆聽一場 藝術心靈的饗宴 這就是他心中還有一個什麼 永遠的核心價值 就是文化 就是文化 所以我想說這個文化部分 是我們今天特別要強調的部分 所以我們題目定為 文化是門好生意 當然談到生意呢 就不免落入俗套 就會談到錢 談到經濟發展的東西 不過我想 有錢不是萬能 大家都知道 沒錢就是萬萬不能嘛 對不對 好 那我想這個 我的主題呢 一直圍繞著文化創意產業 那我現在呢 文化創意產業 本來是一句口頭禪 但是我今天把它拆開來 文化加創意加產業 才會等於好生意 你如果光是文化 有時候是孤方自賞 一幅畫 一個畫家 創作偶心氣血 一幅畫掛在牆上 沒人來欣賞 沒有流通 沒有通路 到最後還是一幅畫 永遠掛在牆壁上而已 它的藝術價值可能在 但是呢沒有辦法產生什麼 經濟的價值跟什麼 產業的價值 那如果光是只有創意的話 如果沒有加產業去支撐的話 也許這個還是不夠力道 所以我喜歡把文化就生機 創意就會產生氣機 產業就會有商機 所以文化加創意加產業 就會變好生意 那麼生機加氣機 再加商機 就會變成大轉機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就來談這個文化創意產業 我想在正式進入到我們主題之前 把這個文化創意產業 整個發展的背景 跟各位做一個回顧 我想了解一下 今天這個到課率很高 當然我感到很高興 可能是第一堂課的關係 大家來試探看看 在座應該還有一些是社會人士有沒有 有沒有社會人 舉手一下好嗎 還不少 那就請你多包涵 我可能主題還是鎖定在學生族群的 不過我想有一些 這個好玩的地方 或是這個好看的地方 其實雅俗共賞沒有關係 社會人士經驗可能比較多一點 我談的 如果有不夠成熟的地方 請多指教好不好 不過同學有時候經驗也不少了 有很多經驗是我們這個 NOKK沒有的也有 好來 這個 我只舉這四個國家 其實世界上搞文化創業產業 不只這四個國家 我只舉我們比較熟悉的 先發的部隊是英國 大家是公認的 其實美國 澳洲 日本 甚至歐洲幾個國家 其實都做得很好 它有說歐洲文化制度 這些制度都做得不錯 那英國是在90年代 就開始玩這個文化創業產業 所以它這個算是鼻祖了 所以我們說它是首先發想 那在亞洲呢 韓國的步伐最快 它是把它發揚光大 而且玩得淋漓盡致 尤其它對這個電影產業 還有這個電視產業呢 它用電影電視 就影視產業呢 帶動所謂的文化產業 然後帶動它的經濟發展 算是非常成功的一個模式 所以韓國部分 我們也不妨拿來參考一下 那中國呢 大家都知道 89年 80年代 它這個開始改革開放以後 也才短短二十幾年 到今年剛好是 它應該是79年開始 所謂的正式改革開放上馬 到今年2009年 所以你現在如果有機會去大陸 你都可以看到 慶祝改革開放 30周年 今年是30年了 但是它的步伐呢 比一般國家還快 因為它是 它這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呢 說上馬就上馬 比較不用花太多時間去什麼 去溝通啊 什麼公聽會啦 還有什麼民意的溝通 省掉很多這種時間 只要領導者的決策 如果方向沒有錯誤的話 很快就可以看出成果來 所以這部分呢 中國算是後來居上啊 後來居上 它大概從96年 97年才開始玩啊 那麼台灣呢 這個時候只能說是什麼 集起直追了 我們也是差不多在 97年98年 開始談 但是呢 正式把它出台啊 出台就是 拉出台面來 把它當作一個政策的話 是2006 2002年開始 那個時候 游錫坤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提出一個所謂的 挑戰2008 六年國家發展計劃的時候 其中就有一項 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 正式把文化創意產業 列入國家的政策 是在2002年才開始 之前是零零星星的啊 這個散彈槍在打 看不出什麼 具體成果 那它這個計劃呢 其實也非常大啊 而且非常宏觀 但是很可惜呢 它當隔魁的時間呢 太短了 所以沒有落實 沒有具體執行 所以沒有看出成效來 所以我們很心急啊 這就是啊 這個台灣政治呢 一直起伏不定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致命傷 其實它那個計劃呢 現在拿出來看 都還沒有過時哦 2002年提出的計劃 已經7年對不對 你如果各位 如果有機會上網去點一下 所謂的挑戰2008 六年國家發展計劃 其中也有九項大計劃 有三十四項子計劃 其中九項大計劃裡面 其中有一項 就是文化創意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 其實你看那個子計劃 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還會心動的啊 可惜呢 還是只止於計劃而已 有點可惜啊 希望呢這個 新的政府上台呢 能夠把它拿出來 再參考一下 要不然呢 這個有點可惜啊 那麼 最後呢我想就有 提這個四個國家 的一些成功案例 當然成功案例 符始皆是很多 我想提出來大家可能 比較熟悉的 或是比較有趣的 或是比較具體的成功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先看 英國首先發起嘛 對不對 它的文化創意產業呢 是在九零年代 大概是九二年 就提出來檯面 就開始啊 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 把它當作國家 一個大政方針啊 它把文化創意產業呢 劃分三個產業的 那個範圍啊 它把它定為這個 核心產業啊 就這些音樂 舞蹈 戲劇 電影啊 其實這些都相當有名的啊 文學 工藝 視覺藝術啊 表演藝術 還有多媒體藝術 這把它當作核心產業 另外它有一些 支援性的產業 像啊 書籍 雜誌 出版業啊 電視 廣播 新聞 報紙 這些是支援性產業 它也有一些周邊產業 其實周邊產業呢 也帶動很大的商機 各位各位看出來啊 廣告 觀光 建築 設計 跟時尚部分 是它的周邊產業 所以呢 核心產業 在中間 它可以帶動整個周邊的產業呢 蓬勃發展 這就是我們現在一個思維啊 所謂培養 一隻國王汽油就好 現在國王汽油已經不流行了啊 台北市動物園 現在最夯的就是什麼啊 團團圓圓 熊貓啊 對不對 我們以前很喜歡講啊 文化創業產業 只要培養一隻國王汽油 培養成功了 你就數鈔票數不完了 現在就培養熊貓啊 一隻熊貓養在這動物園裡面呢 就會有一團 一群一群的人 若育不決 來看熊貓 當然這個動物園 不會只看熊貓啊 對不對 不會看完熊貓就走吧 一定會把獅子 斑馬 猴子一起看對不對 然後看看有 有什麼東西可以買的 也可以買 這就是熊貓效應啊 現在呢 每一個縣市啊 很多的思維就這樣 所以呢 張學良故居的重建 我們的思維 就是想把張學良故居 培養成新竹的熊貓 我不是說新竹縣 是新竹的熊貓 因為新竹市的觀光局局長 不斷地找我們說 新竹市啊 因為很現實一條路就是 很現實一個例子就是 現在我接待過很多 大陸的參訪團 到台灣來 如果有到新竹來的話 他們第一個指定就是要到什麼 張學良故居 第二個各位猜不到 如果新竹給他選擇的話 除了張學良故居 他還會選擇哪裡 各位知道嗎 猜得到嗎 三毛跟張學良是一體的 我們講張三張三 還有哪裡 各位想得到嗎 剛好聽到了 對 他們很奇怪哦 大陸人士對我們新竹科學園區 充滿的憧憬跟幻想 但是對南科跟中科沒有興趣 只對竹科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對是第一個 第二個也是最成功的 第三個 在他們的高中課本有介紹 日月潭阿里山為什麼那麼有名 他們小學課本就開始讀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跟教育也很有關係 對不對 課本有介紹的 就會抱著什麼 幻想跟衝進來 可惜新竹科學園區呢 不要說是綠色執政的時候 現在呢 他的思維還沒改過來 像最近我帶兩團 一個是沈陽市的副市長 帶了一批人 另外一個無錫市的市長 帶一批人 前方百計就說 我們看完故居 可不可以來科學園區逛一逛 我說理論上是可以 但是呢 有一些問題要克服 我們就是請示科學園區管理局 他說對不起 你要來公文 這官僚嘛對不對 好 公文一去 他呦 還要名單對不對 名單一看呦 成績這麼高 他說我要報移民署 一到移民署就來不及了 一進去 公文要兩個禮拍子下來 人家已經回到沈陽去了 對不對 後來呢 我就說好 反正現在綠色執政 沒關係 思維一點改變 我們就偷跑看看 我們就進去 園區現在有一個產業 有一個叫探索館 在那個管理局旁邊有一棟 第一期的廠房 那個標準廠房 其實弄得不錯 產業就是所謂探索館 各位有沒有去過 裡面把科學園區整個歷史 還有當今最紅的產業 最紅的產品 還有台灣的 在全世界市占率第一名的 產業都列出來 一看還有一個20分鐘簡報 看完好高興 可是一走出探索館 馬上就有安全單位來關切了 他說 你們有沒有申請 我說來不及 什麼人 名單給他看 對不起 明天到我辦公室喝咖啡 很好玩吧 不過 我相信呢 不過喝咖啡還是 僅止於喝咖啡也還好 就怕喝咖啡下面還有續集 就麻煩了 最重要的是那個思維還沒有改變 人家 要培養一支國王氣油都培養不起來 就像那個苗栗 都要不是要 要蓋一棟什麼 馬英九奮鬥館 簡稱馬奮館嘛 對不對 結果呢 馬英九現在運氣也不好 一上台就遇到金融大海嘯 所以他的光環啊魅力啊 現在也褪色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馬英九奮鬥館 變成名副其實的馬奮館了 大陸同胞對這個沒興趣了 因為神秘感沒有了 但是呢 這個張學良故居 還有科學園區呢 他們是千方百計想來 可是呢 到目前為止呢 第一個 園區沒開放 第二個 張學良故居路程太遙遠 所以他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他們覺得 我第一次來只來七天八天 我要把所有的大山大水 寶島台灣走一趟 那如果拉到故居 來回就花掉了 差不多一天了 不划算 所以他們第一次不會進去 大概第二次他們才會來 所以我好 我就掌握第二次商機 就像我們去大陸玩 一定先去大城市 大景點嘛對不對 第二次你就會選中行 中行城 二線城 第三次你還是玩大城市嗎 不會了吧 你就會走小景點 精緻深入的景點 我們就掌握這個商機了 現在這樣看的話 這個陽光已經看見 夢想就快實現了 因為我從大陸同胞 接待他們過程當中 看到他們對這個張學行 故居跟科學園區的興趣 所以我知道 新竹還是有一點潛力跟希望的 本來劉業的朋友跟我講 他說 你們新竹不用玩了 所有的團 大陸團到台灣來 台北完畢 最多到兩蔣園區 兩蔣臨前 然後砰 到哪裡各位知道 台中日月潭 然後拉到阿里山 然後到高雄 然後到墾丁 拉到台東 華連 買大理石買完 飛回台北 Sayunana 就這樣 新竹完全沒有機會 可是呢 從去年的12月12號 張學行故居起用以後呢 很多旅遊團主動打電話給我 很多旅行社老闆主動打電話給我 現在你交通你解決 我一定把行程排進去 因為大陸很多指定就要去 可是他們將成本一算 他說一進去 就將近一天 盛美河 所以還有一個最大問題 那個隧道啊 各位有沒有人去過 那個隧道啊 大巴還進不去 他為了要進去呢 還要換中巴 成本又出來了 所以這個大問題 所以我們今年 把隧道也要拓寬成 雙線道 大巴可以進得去 減低他們的成本 我們的希望就會更濃一點 韓國 就在我們的隔壁鄰居對不對 各位最清楚了 在座的很多學生 同學們可能 不用眼藏 不用掩蓋說你們是哈韓族對不對 韓流就這樣吹起來了 像我女兒跟各位年紀差不多 她就很喜歡接觸韓國跟日本的東西 我覺得韓國這一點太厲害了 在我們那個時代啊 韓國在台灣後面很多很多呢 只有現在呢 我們看著她在前面了 趕上來了 迎頭趕上 甚至有一點嫉妒她了 她最關鍵是在1998年的時候 她那個金永三總統 她講這個例子你看 很淺顯但是讓人印象深刻對不對 她說呢 一個迪士尼喔 一個迪士尼呢 她的產值呢 居然大過IBM IBM是世界跨國公司夠大吧 對不對 一個迪士尼就可以高過她 然後呢 她說影視產業的一個片廠 能將產值拉拔過高科技的產業 她這個思維就很難得了對不對 到了2002年啊 就是換下一任的總統金大眾的時候 她有發現韓國要出口 因為韓國現代的汽車賣到全世界去嘛 小國大碗對吧 150萬輛才能 抵得上侏羅基公園 150萬輛汽車 你要多大的廠房 有多少個工人 要耗費多少的能源 你就知道了 所以她突然間 腦筋一動 對不起紫色字看不清楚 我唸給你看 她的競選白皮書呢 就把文化放進去 她說 21世紀呢 文化就代表國力 文化不但能提高生活的質量 而且能創造出產業的附加價值 所以她把文化的層次拉得很高 所以這個時候呢 2002年各位知道 我剛剛有提到一個2002年 就是游錫坤當院長的時候 她也提出挑戰2008 六年國家發展計劃 就是這樣 這是2002年 時間背景完全一樣 我們又把文化拉到什麼 首席部會 最大的部 就到現在呢 已經隔了幾年了 2002到2002 已經七年過去了 還是原地踏步 人家已經不知道翻了幾番了 這就是我們的悲哀了 好 中國很喜歡講策略 它不是講策略 它叫什麼 戰略 看起來殺氣騰騰對不對 但是雖然殺氣騰騰 但是做起事還非常有效率 它2000年就提出來所謂的發展策略 他們叫十一五計劃 十一五計劃 剛提出來 前面一個計劃 他說我們要發展這個文化創業產業 一定要能夠創造議題 設計具有地方特色產業的活動 的特色活動出來 等一下我會舉一個例子出來給你看 煮草飲風 它的口號呢 就會讓人家印象很深刻對不對 煮草飲風 把草煮起來 那個風就會飛過來下蛋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然後呢 吸引民間參與產業投資 當然就文化創業產業 然後呢 它草煮好以後還要加油添醋 重點輔導具競爭優勢的產業啊 最後呢 借船出海 因為最後呢 還不能只靠內需 還要靠什麼 國際行銷 所以它要宣揚地方特色呢 走向國際舞台 所以它這個策略 四個步驟 嚴簡易改 層次分明 所以呢 他們的政策一上馬 很快就可以看出效果來 那我們台灣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過2002年提出的 所謂挑戰2008 六年國家發展計劃 各位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點進去看 這個計劃我現在看起來 還會很興奮啊 還很興奮 我說馬政府如果有智慧 應該把它拿出來看一看 真的很棒 今年贏2009了對不對 結果我看那個9項大計劃 32項子計劃呢 目標達成率 兩成而已 多可惜 本來去年2008就要檢驗成果了對不對 兩成而已 可惜的是嗎 那還是綠色自己執政時代呢 去年才改朝換代對不對 也就是說 不是政黨的問題 是什麽 他們自己隔魁更換太頻繁 各位有沒有印象 八年的綠色執政時期 總共換了幾位行政院長 各位知道嗎 六位 平均最短的只有幾個月的 最長的大概不到兩年 各位就知道 這樣政策怎麼落實嘛 對不對 很難落實啊 這點有點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這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悲哀吧 應該這樣說 然後 其實 那個時候也有提出所謂 文化創意產業 要立法來保障 那現在已經正式出台了 正式出台 就是已經送到立法院完成一讀了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我判斷 如果正常的話 今年的第二個會期就會通過 各位如果有興趣 因為這個法呢 也有將近三十條 各位如果有興趣 也點這個進去看 看起來也還會很興奮的啊 很振奮 因為它提出了很多 很有創意性的啊 比方說 對這個文化藝術消費 可以什麽 免稅 比方說你去音樂廳 看音樂會 那個票留著 以後你在報稅的時候 可以列入所謂的列舉扣除額 還有呢 文化採購 國務部門的文化採購 透過政府採購法呢 如果你是買文化創意產業的話 你的價格可以比一般的商品呢 貴百分之三十是合法的 不會說你是土地廠商 因為文化創意是無法估量的 所以呢你貴百分之三十是很正常的 同樣一個商品啊 假設一個水壺是handmat 是手工製作的 另外一個大量生產模具的 只有呢 我們採購的時候說買水壺對不對 買茶壺 只有呢 這個貴百分之三十 這個 那個量產的便宜百分之三十 如果公務員 就買這個貴百分之三十的 以現行法令是什麽 圖利廠商喔 會有刑責的你知道嗎 那以後呢 這個文化創意產業法 就定下去 它可以貴百分之三十是合法的 所以呢 我就可以買什麽 手工製造的 雖然貴一點 還是值得 這就是什麽 鼓勵性的措施出來的 好不好 我只舉這個例子 如果要知道詳情的話 各位可以點進去看看 我本來有準備一個那個大綱的 我以為我們主辦單位會會列印出來 就為了節省指章喔 所以都傳到各位的網路上喔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點出來看喔 我有準備一個那個大綱 各位有沒有先看過 有先瀏覽過的舉手好嗎 有沒有 哎呀那我傳這個大綱好像沒有犯回作用啊 所以我覺得太相信科技啊 還是有一點盲點啊 應該還是印一下喔 我把它濃縮再濃縮 濃縮再濃縮 變成兩個page 結果沒有印出來很可惜 如果印出來的話 各位也可以寫一下啊 自己有些想法可以寫下 因為呢 再好的記憶呢 比不上一支爛筆啊 把它記下來 好不好 你想到 有一個idea閃過去 或者我的談話當中 在這個演講當中 如果覺得有一句話不錯 你把它寫下來 也許事過境先再回頭一看 那個就變你的了 好不好 OK 另外一個就是 很可惜了 本來 立法院在上個會期呢 就要通過什麼 啊 結果呢現在 我看到 是最近的發展啊 就是二月份的發展 本來文化觀光部呢 列入馬總統 第一優先的 就是他上台一年之內 要成立文化觀光部 而且要通過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文化那個 文創法那個可能沒問題啊 結果文化觀光部呢 又有變數了 為什麼 觀光部門反對了 他說我們從交通部呢 要併到文化部進去啊 他會變成什麼 弱勢單位 他不願意 他這個聲音出來以後 馬英九就開始什麼 動搖了 就是馬英九的致命傷 自己呢 在政見發表的時候 在選舉的時候 講的斬釘截鐵 一年之內要成立文化觀光部 是最具體 而且是立刻可以行的 就 快要執行的時候 又開始動搖了 其實我本來是樂觀其成的 可是看到 馬總統一動搖 我也開始動搖了 好 那我們就看幾個例子吧 剛剛提到英國 韓國中國跟台灣嘛 我們就 其實我剛剛講過 很多國家都在 在玩文化創意產業 但是呢 這個比較具體的 我們比較就近的 我們來取材的 我們只是 這個當作一個樣本而已 英國呢 最成功的 因為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在文化界服務很久呢 朝聖一樣心情會去 就像回教徒呢 他一輩子 一定要去一次賣家一樣 那我們玩文化的呢 如果沒有去過愛丁 沒有參加過愛丁堡藝術節 你會覺得 是終身遺憾 不會像我們上阿里山是 沒有上阿中生遺憾 上了會遺憾終身 對不對 這個去了 沒有去終身遺憾 真的去的話 也不會遺憾終身的 你會覺得什麼 物超所值的 因為呢 愛丁堡藝術節呢 是全世界 所有的表演藝術節的 鼻祖 而且也是 目前發展的最好 整個的發展的模式 也是最有創意的啊 它是民間主導 不是公部門主導 所以這點才可以持久 如果是公部門主導 就完蛋了 政黨輪替一換 你玩的我就不想玩 那就完蛋了 民間主導 它的核心價值還在 就永遠走下去啊 因為我至少要留一點時間 談張學良對不對 張學良很精彩 除了談故居完畢以後呢 他的愛情故事啊 還有他101歲生命裡面 有幾個精彩的篇章啊 其實也很精彩 如果有興趣 各位也可以提出來問問看啊 來好 愛丁堡藝術節 各位有興趣 上網去點下去很多 我就跟你講就說 它現在呢 從1947年就開始了 已經幾年了 60年了對不對 剛好一夾子了 每年的七八月份啊 愛丁堡 就像一個不夜城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洲呢 夏天白天很長對不對 到晚上十點 都還看得到太陽對不對 所以呢 非常非常精彩 各位有時間 每年的暑假 七八月份 去一趟愛丁堡 你會覺得生命就是什麼 活過來的感覺啊 他一年 一個城市 有二十個藝術節 輪番上陣 你看 一年才十二個月對不對 有二十個藝術節 平均一個月 將近有兩個 然後呢 他為愛丁堡 帶進一年超過 一百億以上的經濟效益 愛丁堡 因此就被選為什麼 二戰以後呢 以文化整合歐洲的一個 代表城市啊 如今呢 成為全球藝術重鎮 不但為英國的文化創意產 帶來驚人成果 剛剛講一百億對不對 也為全球表演團體呢 提供一個最佳的 國際行銷的表演平台啊 只要一個表演團體說 我參加過愛丁堡藝術節 你的身價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了啊 所以呢 如果能夠去參加愛丁堡藝術節 那就是你一個表演團體呢 一個終身的一個榮耀 跟他的夢想啊 好 看幾張圖片啊 愛丁堡就在這山上啊 你看 夜景很漂亮 一個城堡 這個這個紅外線的效果沒有很好啊 它是一個城堡就在這裡面啊 這個是在城堡裡面拍的 這是從山下看上去的 夜景是這麼的搖嬌咪雷對不對 好漂亮對不對 它的 這裡面是要收費的啊 上到城堡參加藝術節 是要收費的啊 那麼 它在街頭上表演呢 是門級的 因為有很多 街頭藝人去湊熱鬧的啊 正式收費的 大型的表演啊 我們的北一女啊 在2007年的時候受邀去參加 所以呢她這個 而且你看她 這邊有國旗 國旗看不到 她的背章上面有國旗 都可以看 所以她做好了最好的國民外交啊 這些都街頭藝人喔 不請自來的喔 像苍蝇一樣 趕都趕不走的啊 太好的場合 這麼多人來看 當然不會放棄這個機會對不對 這些都是不請自來的喔 這些都是不請自來的喔 你看到處都是 只有三張喔 都是不請自來的啊 還有跟街頭的民眾互動啊 所以增加很多趣味性還有親切感對不對 好 因為例子很多喔 我們就沒辦法舉的太多 一一來說明啊 各位有興趣可以再深入了解 都沒問題 我想這個網路上資料非常非常豐富啊 韓國 我也是舉兩個例子就好啊 那個韓劇啊 不是迷死亞洲而已喔 聽說現在啊 連這個歐洲開始也風靡他們 好厲害啊 我說文化無國界 我們都沒辦法想像喔 格力城語言 當他翻譯過啊 他那個服裝很考究 各位知道嗎 王偉忠他講過啊 王偉忠是鬼才對不對 他製作的節目啊 沒有一個不紅的 最近最夯的什麼光陰的故事啊 全民最大黨 都是王偉忠的 他就很感慨 他說台灣做一集電視節目呢 假設差不多大概三十萬台幣啊 韓國是一百萬 三倍 所以呢 這些質感呢 騙不了人 就是金錢 就是金錢堆出來的 那我們等一下舉大長金 還有一個各位可能比較陌生的啊 釜山國際電影節 他現在啊 有那個雄心壯志 他說我們要生產這麼多影片 還要去參加什麼 好萊塢的什麼那個 對不對 那個什麼 奧斯卡 對不對 剛剛頒獎文壁啊 還要給人家指指點點 擺在桌上給人家評論 我這一半 你們來 對不對 他會覺得更有主導性對不對 他是這樣心態喔 大氣吧 很霸氣對不對 韓國人說啊 那個韓的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韓就代表飆憾 漢 這是漢的意思 真的韓很有道理對不對 甚至有人說韓就代表恨 哎呦好可怕對不對 但是他說有恨才有動力啊 他恨什麼 恨日本帝國主義 恨西方文化侵略 所以他自己要站起來 所以我們叫韓 他們夠狠喔 也可以說狠 韓可以說是恨 也可以漢 也可以狠 他們自己解釋的啊 好來你看大長金 香港差不多被大長金淪陷了 各位知道嗎 香港本來他製作很多影片都很好的 對不對 你看我們小時候看的 都是香港製作的 結果現在 而今安在哉 除了被好萊塢攻陷以後 也被韓國韓劇攻陷了啊 他把這個韓劇拍攝過的地點啊 全部都變觀光景點 韓國有什麼好看的 其實我去韓國好幾次喔 我都覺得 因為我不看韓劇 我就覺得不好看了 真的很抱歉 真的是雞不拉屎 鳥不生蛋 烏龜不上岸的地方 去那邊哪有什麼好看 菜也很難吃 對不對 韓國菜很難吃對不對 對不起如果韓國人請多包含啊 每一餐都吃烤肉啊 每一餐都有泡菜啊 結果他現在啊 演員 拓印手印你看 也可以當個觀光啊 棒吧 拍攝地 那不用講了 我們台灣何嘗不是如此對不對 海角七號那個恒春 你說還沒有拍海角七號以前 恒春你會去玩嗎 你會去墾丁玩 不會去恒春玩的 對不對 結果現在海角七號拍喔 那阿嘎的房子 真的是平凡不能再平凡了 現在一個晚上要六千塊 你要去住了吧 比那個 比那個什麼 圓山飯店還要貴 而且還要排隊排半年才有 這就是文化的魅力 各位知道嗎 對不對 韓國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韓劇拍得好 紅了 他的拍攝地點 就是觀光景點 就這樣 你看他不但推觀光喔 韓劇大長期 你給各位知道 裡面美食 養生玉膳 都出來了 你看 他的服裝也很考究對不對 連韓國的服裝 也變成什麼 就像他的國服一樣 很漂亮 把它改裝過 大家會想去買 買回去也不會穿 就掛了供在那邊 對不對 就像客家大花布前陣子也很紅對不對 做了那個大金山 好漂亮 買回去你敢穿嗎 全身花花的對不對 但是就有那種衝動想買對不對 那就他成功的地方 他就勾引到你的什麼 內心的那種感覺 他就 你就會有那個購買的衝動 好來 釜山電影節 我會花一點點時間來介紹 因為他現在 是亞洲目前 什麼金馬獎不用講了 全部被他打敗了 他現在被譽為 全世界七大國際電影節之一 九六年才開辦 現在2009是第十三屆的對不對 現在是被 這個大導演 長期在歐美國際電影節參展的亞洲電影人 像蔡明亮這些人 常常去歐洲都會得獎 對不對 他都覺得 釜山電影節辦得很好 你看他的規模 規模水準可以批免全球知名國際電影節 像他電影節分這麼多 亞洲電影之窗 這是亞洲國家的 他鎖定亞洲 新浪潮就是新的電影 就是所謂的實驗電影也很多 還有 瞻望韓國電影 那就是限定韓片 世界電影也可以來 你看他鎖定亞洲 把亞洲一個區塊 世界一個區塊 它不是那種大雜彙 他把區隔 韓國一個區塊 廣角鏡 自由電影 還有影評人之選 特別企劃 不是競爭性的電影節 只有在新浪潮這邊 有所謂開放 角足獎項而已 所以他這個 也算很多年輕的導演 最喜歡參加的 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行銷平台 而且是國際性的 它的海報 很多要收藏的 亞洲電影之窗 這是 就是介紹擁有不同角度類型的 亞洲導演的新作 還有爭議性的作品為主 是電影節中最受歡迎的部分 這部分 亞洲電影之窗 新浪潮就是亞洲的新人 新瑞導演 那麼世界電影呢 就介紹目前全球最具話題性的電影 還有國際導演的新作品 都受到相當大好評 自由電影部分呢 在室外舉行 就文子電影院 各位有沒有參加過文子電影院啊 晚上看電影還要被文子叮的啊 室外舉行 以兼具作品的意境 及大眾效果的新電影 及國際著名的電影為主啊 那張望韓國電影就知道了啊 欣賞到高水準的韓國新作 它就扶植它自己的電影產業啊 廣角鏡的部分呢 就是包含了各種類別層次的電影作品 還有像短片 動畫 紀錄片 實驗電影都在這裡面啊 那影評人之選就是那些 那個評審啊 他發掘新興電影的藝術家 促進新電影的世代 世代間的研討 由五位知名的影評人呢 挑選出特定的作品來放映 晚上的電影啊 午夜場的電影也有啊 好 放映十二部深具藝術性 與娛樂性的效果的電影啊 好我想這個 福山國際電影節呢 離我們很近嘛對不對 去年我們要參加的時候呢 有參加一點問題 各位知道嗎 有一點問題就是 中共又出來干擾了 我們用這個國家民意去 又受到打壓 但今年再看看吧 看看這個兩岸之間 關係有沒有改善 因為韓國這個福山電影節呢 也是台灣 新銳導演最好的舞台 如果政治問題能解決的話 它是踏上國際舞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門禁啊 一個非常好的一條路 好 我們來談到中國了啊 中國我只舉三個例子 其實中國啊 這幾年的發展呢 很多很多女孩子啊 對中國印象不太好 然後可能去一次以後 發現廁所很髒 然後呢 好多人亂吐痰 對不對 台灣不是很多人在吃檳榔嗎 對不對 還不是差不多啊 你注意看啊 它這個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啊 我說歐美啊 花200年 從工業革命以後 花200年才現代化 日本呢 從明治維新開始呢 也開始搞啊 所謂的現代化對不對 花100年 台灣 從50年代開始搞什麼 計畫經濟啊 還有什麼 六年經濟進化 也開始 在改革開放 花了多少年 半個世紀 從50年代到現在 大概花了將近50年啊 各位 中國大陸啊 只花25年 歐美200 日本100 台灣50 中國大陸25年 它少掉好多冤網路啊 而且呢 而且還超越 這點是讓我們很佩服啊 我們就看798 看石庫門 然後再舉一個 各位聽都沒聽過的 長洲國際動漫節 各位有沒有聽過 長洲在哪裡 長洲在哪裡 不知道對不對 它現在是世界動漫的產業基地 沒人知道對不對 就這樣 長洲在哪裡 等一下我告訴你 好 798藝術特區呢 各位 798怎麼來的 各位有沒有去過798 舉手一下看 北京的798 有去過嗎 有兩個喔 這麼少你有去過他 沒有 那就看圖片好了 798就是當地 中國大陸一個廠 那個兵工廠的一個代號 就798號廠房 是一個區域喔 在那個北京的郊外 叫大山子那個地方 真的是 雞不老死鳥不生蛋 烏龜不上岸的地方 連蒼蠅都不想飛進去的地方 可是現在是全世界 文化創業產業 所有搞畫廊的 搞當代創作的 如果沒有去到798 真的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去自殺切腹好了 真的 你看喔 他的發展過程很特殊喔 在50年代的時候蓋的喔 50年代各位知道 1949年才剛取得政權嘛 對不對 50年代 一窮二白 蘇聯出錢 因為蘇聯扶植他長大的吧 蘇聯出錢 誰幫他蓋 東德 德國的工藝藝術各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他蓋的廠房 非常非常堅固 你看 經過50幾年了 現在看起來 你要把它打掉還打不掉 非常非常堅固喔 所以呢 在這個 是解放初期的 中國電影工業的一個樣板廠 東德幫他蓋的 95年的時候 中央美術學院要簽校 臨時要跟他們借教室 結果呢 就簽到那個 798附近有一個廠房 電子元件的二廠廠房 雕塑系的副主人叫 隨建國這個人 他就是798的鼻祖了 798的母親就是他 他催生798的 他嫌工作室不夠大 欸 像這一間很適合 藝術家玩當代藝術 他就喜歡高一點的 結果等一下你看那廠房 多漂亮啊 廢棄的幾十年的廠房 這個798廠房當教室 結果呢 沒想到 一下子大家去參觀他的工作室 這個破破烂烂的地方 一下子 哇 這來搞當代藝術太棒了 有歷史背景 有故事 然後又是很舊很舊的 上面還有很多標語 是嗎 不是殺豬拔毛 是擁戴毛主席的啊 很多這種標語啊 結果呢 現在變成一個非常有特色的一個背景 反而把那個刻意保留下來啊 現在已經成為什麼 中國文創產業絕佳的代表 吸引非常多的遊客 還有想要發展文化創業產業的創作者 跟業者進駐啊 剛開始啊 你看 其實95年是剛進去啊 真正開始有藝術家進駐呢 開始變成一個藝術特區呢 應該是2000年以後啊 剛開始的租金啊 他們算平方米的啊 一平方米呢 算天的啊 大概兩塊錢 現在各位知道嗎 現在一平方米啊 兩百塊 很多藝術家只敢算天 租三天去秀一秀趕快收窄 因為租金會付不起啊 但是三天裡面只要賣出兩幅畫 他就賺了 為什麼 太多國際一流的畫廊都進去了 法國 英國 歐洲的那些 一級畫廊 這最好最頂尖的 台灣的幾個 比較有名的經濟公司畫廊 也都過去了 都過去了啊 所以呢 才會形成說 台灣 後來這幾年 從2000年以後呢 整個的藝術市場呢 萎縮 其實都是被磁吸效應吸過去的 這是它的空間 你看啊 因為太多張糟糕有點亂 這個比較典型啊 你看 這麼高 有採光窗 各位有沒有去過新竹縣文化局 有沒有去過新竹縣文化局 你舉手看看 有沒有 還好有五六個啊 新竹縣文化局一樓 有一個A5的展覽空間 最大間的 跟這間很像 我們有採光窗 那個藝術 那個當時建築師呢 他有這個蓋墊啊 我想他不是去觀摩 因為那時候798 還沒有出來啊 他居然現在蓋出來畫廊 感覺跟這一間很像 這就是什麼 藝術家最喜歡玩的空間 有自然光 像這個地方呢 不夠的話 還在打燈光 效果非常好啊 然後 像這個房子 都是舊房子 這張稍微太多了 有點亂 我就換下一張啊 你看像這個空間 偉大的 什麼 統帥毛主席萬歲 你看這個空間多棒 新舊協調 寬廣又挑高 你看來玩當代藝術 他創作一幅畫 不是像我們畫什麼 五十號 最多到一百號 耗盡他必勝精力 他一幅畫 五百號一千號的 比比皆是 所以他一定要什麼 很高的空間 這個就最符合他們的 所以他裡面 沒有搞傳統藝術的 全部玩當代藝術 老外 也不喜歡 中國的傳統藝術 為什麼 因為中國 模仿能力太強 他把唐朝的話 把它模仿到 即可亂真 他沒辦法判斷是真是假 那我不要玩你古的 我玩你當代的 我當代不會被跟你騙 對不對 你說這個五百年前 一千年前 我沒辦法判斷 我買你現在的就好 現在我覺得好就好 你說那是宋代多好多好 對不起 你們太厲害了 你現在畫的 也可以說是宋代的 我看不出來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玩什麼 當代 玩不過你高古的東西 我就玩什麼 當代的就這樣 所以歐美的很多畫廊 就進去了 也是這個背景 你看這個空間 你看這是一件作品 這是一個作品的 要這麼大的一個展示空間 你看看 它的圖 它的牆面還有天花板挑高 戶外也是很好展示空間 牆面都可以這樣玩 好了 有興趣 你點 你不用點了 不 你就打 七九八三個字 點進去 好幾百萬筆資料 來 上海新天地 各位有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那沒有去過 我就可以胡周一通了 好不好 你們都沒去過 這麼有名 去上海沒有去上海 新天地 也是要切副的 有沒有人去過 有沒有人去過上海 有對不對 有沒有去新天地 也有嘛 沒棘手 新天地是一定會去的 好來 其實它也是一個什麼 老房子 本來是類似我們的眷村那種感覺 就是集合式住宅 那時候沒有高樓大廈對不對 就是一整群 一整群 一整群的房子 也是 年九十秋 以現在的寸土寸金的觀點 那最好是敲掉蟲蓋 蓋大樓對不對 土地可以充分利用對不對 可是很奇怪喔 人就是這樣 什麼都玩新的以後 你會覺得 我們還有什麼好玩的 那就懷舊 復古 然後呢 找出以前的感覺出來 然後呢 把過去的那個經驗 跟現在的結合 然後才能把你的生命啊 串起來 做得比較完整 你永遠只追求 現代現代現代的 忘了過去的東西呢 你回頭一看 是意思嗎 一片空白 你會覺得 有一點失落感 所以呢 過去的東西也要保留起來 然後呢 把你的生命呢 把它串得比較完整一點 這是很重要 所以人會懷舊 是這樣一個心理背景 你看 它就是用石庫門的舊建築為背景 將這個賦予新的機能 有商業文化的機能 反映上海歷史文化最好的地方 也營造出具國際水準的餐飲 購物演繹 時尚 休閒 娛樂的中心 你知道 那一杯咖啡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坐下 你去這個地方 等一下你看喔 這邊好多地方可以喝咖啡 你坐下來 你也不知道多少錢 這樣 服務生 你點咖啡 一結帳的時候 你會昏倒 一杯咖啡 120塊人民幣 換算台幣多少錢 乘以多少 現在乘以將近五倍了 你知道嗎 600塊一杯 你現在台灣的咖啡 一杯150多錢貴 對不對 大概85度C現在多少錢 一杯 你沒喝咖啡對不對 三四十而已 三四十喝不到 只能喝礦泉水 有三四十的咖啡嗎 真的啊 哎呦那是我落伍 對不起啊 好 他是一百二十塊人民幣 你乘以五十六百塊 然後你結帳的時候 你會心被割掉一塊肉的感覺 我想文字 我本來想說有發講義 我就不念 結果現在你們沒有拿到講義 我就很快帶過去 我比較感動是這句話 你看啊 他把二十一世紀的 現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 生活節奏 情感世界量身定做 所以裡面有國際化廊 有時裝店 有主題餐廳 咖啡酒吧 門外 是風情萬種的石庫門 弄堂就是我們講的 那些舊建築 一走進門呢 完全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一步之遙恍若隔世 讓人有穿越時空的感覺 所以現在新天地 已經成為上海的新地標 被公認是中外遊客 領略上海歷史文化 最佳的窗口 所以我說你去上海 如果沒有去石庫門 你要去切副的 一定要去 好不好 有 好 這就是石庫門 房子很舊 是露像的 你知道嗎 只有現在 這個照片好像不夠shop 不夠清楚 它新舊之間非常協調的 你看 這每一家都是精品店 你知道嗎 你看 喝咖啡 坐下來 100多塊人民幣 你要注意一下 先問價格 這邊是琉璃工房 楊惠山也在那邊 站到一個地盤 這邊叫上海灘 我說它是琉璃工房 跟上海灘的一個對話 美麗相遇 好 就是這種石庫門 它以前的傳統建築 破破舊舊的 它只是把外觀弄乾淨 保留那個舊舊的感覺 裡面 完全是現代化的東西 好 我們 特別提到上海 它今年 你各位知道 2010年就是明年 上海申請到 世界博覽會的主辦權 對不對 現在已經是大興土目了 各位如果有時間 你看一下52台文獻世界周報 它幾乎會不定時的在播報進度 而且有時候會重播 它做了非常深入的一個採訪 跟報導 各位你知道嗎 全球經濟不景氣 金融海嘯對不對 上海一枝獨秀 為什麼 它光是為了準備明年的 上海世界博覽會呢 它可以投入超過5000億的 那個經費下去 所以它的內需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它現在還是非常蓬勃 所以這個部分讓我們很羡慕 又很忌妒 它現在辦完博覽會以後 它現在要申請什麼 準備申請它叫世界創意城市 為什麼 它說我現在呢 到2008年 它擷取石庫門的成功經驗以後呢 趁勝追擊 爭取到2001年的世界博覽會 對不對 到去年為止呢 上海的文化參與產業園區 已經有75個 不是只有個石庫門了 75個了 有3000家文創企業進去 有25000多名的從業人員 產值達到130億元人民幣 再乘以五 多少 650億台幣 一年 一年 我們發那個消費券 大概花了多少錢 800億左右 它一年的產值就快要追上來了 一個文化創意產業而已 所以它現在要申請什麼 要向UNESCO申請世界創意城市 因為它太新了 就不是申請什麼 文化遺產 我要申請創意 創意城市 我有75個園區 它是世界創意園區 密度最高的 所以它要申請這個創意城市 好來 我們來介紹長州 剛剛講過長州在哪裡 各位不知道對不對 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江蘇 它是上海跟南京之間 它的面積呢 是新竹縣市加起來的四倍大 新竹縣1400 新竹市100 而且1500對不對 新竹縣市人口加起來 號稱100萬 實際上是90萬左右 人口它有350萬 面積是新竹縣市的四倍 是江蘇13個省霞市之一了 連續五年辦國際動漫博覽會 現在已經形成一個氣候 現在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動漫產業基地 五年以來 這個基地吸引了130家 上中下游的動漫產業進駐 已經形成所謂的聚落效應了 就像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呢 剛剛講是要集起直追對不對 但是呢 台灣也不是一無是處 有一個產業發展的非常成功 全世界呈現 想要跟我們學習的 是嗎 高科技產業 我們的科學人區啊 我說 中共 大陸人士為什麼喜歡來新竹竹科 講到科學人區 只有竹科而已 竹科就代表科學人區 因為呢 在世界眾多 應該上千個科學人區 但是竹科的 它的成功模式呢 是世界 我不敢說是數一數二 前十名的 前十名的啊 為什麼會這麼成功 它的背景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學習的 就是台灣 經濟起飛之前 有一批最傑出的人 來來來 來台大 來交大對不對 去去去 去哪裡 去美國 美國學成了 拿到PhD 拿到博士了 回來台灣沒有就業機會 對不對 他當然就留在美國繼續就業 可是呢 你知道 在美國就就業 從基層上慢慢爬起 爬到 中級幹部 沒有問題 當到 升到協理 副總這個階層的時候 老闆 是外國人 對 欸 你的皮膚跟我顏色不太一樣 走吧 沒有機會 他們覺得 有一點什麼 這個時候 就民國七十年 六十八年左右 六十八年 你們還沒出生 他們還沒出生 各位 有一些人出生了 六十八年 我們提出 孫悦璇當院長的時候 所以大家很懷念他 李國鼎當政務委員 他跟 不 對不起 蔣經國當院長 對不起 孫悦璇當經濟部長 李國鼎當政務委員的時候 提出來 台灣經濟要轉型 不能再靠勞理秘籍產業 一定要搞什麼 高科技的 因為台灣彈丸之地 再搞勞理秘籍 一定沒有競爭力 提出來 七十年就上馬 你看那時候很快 其實那個時候的 台灣的政府跟現在 中國大陸政府有點像 就是一黨獨大 對 說上就上 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跟你溝通 但只要政策正確 所以國家發展 就很快 你看七零年代開始 民國七十年 算八零年代 你看短短二十幾年 它的產值現在多少 各位知道嗎 光是竹科 多少 快兩兆了 現在沒有了 又下來了 一兆多了 我們不是有喊過什麼 兩兆雙星嗎 兩兆雙星 結果呢 現在因為海啸 金融海啸 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呢 曾經快要達到了 意見很不容易了 所以呢 我們的科技產業 全世界的典範 但是呢 我們的文化創業產業呢 卻遙遙落後 很多國家呢 都跑到我們前面去了 韓國不要講 日本不要講 連我們一向認為 比我們落後的中國 都跑到我們前面去了 所以各位 你們有責任了 要把這個領先優勢 已經喪失了 我們要什麼 爭取什麼 後發優勢 算我們後面了 我們還要把它抓 把這個機會把它抓回來 好不好 來 它連續五年 五年而已 對不起啊 在座的洪主任 它是新竹玻璃藝術界的鼻祖 它是崔僧婆 玻璃藝術界是它辦的 已經第幾年了 十四年第七屆 請問現在玻璃產業 已經形成 形成了我們 支撐新竹文化創業產業的 一個很重要的產業了嗎 還沒有吧 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 人家五年就可以變成 全中國的動漫產業基地 甚至吸引了130家 上中下的產業聚集 一定要形成聚落效應 就像我們科學園區 也是形成所謂聚落效應 對不對 文化創業產業也是要聚落效應 大家互相激盪 大家才會有什麼創意啊 我們新竹市呢 玻璃藝術界曾經被譽為 台灣文化藝術界的典範 帶動產業 後來呢 被什麼 宜蘭的國際童玩節追上 哇國際童玩節連續辦了十幾年 去年又停辦了 改一個什麼 蘭雨節 結果呢 真的是有夠爛 結果最後我看 今年又辦不下去了 童玩節 已經在人 尤其是 欸你們搞不好都去過喔 你們這一代的 你們小孩子的時候 有沒有去玩過 去玩過誰嘛 應該都留下很美好印象對不對 它居然改成爛雨節 當然就爛到底了 沒辦法 所以呢 很可惜啦 這點有點萬談 台灣唯一的 可以寄望的一個 想要追那個什麼 亞維農也好 艾丁堡也好 結果呢 又 什麼 陣亡了 我們覺得很難過 新竹本來是玻璃藝術界 本來也很有希望的 結果呢 因為政黨輪替 因為 施政者 或是首長呢 對這個認同 不就是說他的認知不一樣 就把它當作一個應付性的一個活動 完了 你沒有帶著使命感就很難了 欸 講義發下來了是吧 對不起啊 剛剛我講一下是不是有刺激到你 不好意思 有沒有 兩張講義而已 我把它濃縮了 好 OK 來 你看他們辦活動地點在這個地方 夠炫吧 長洲 停都沒停過 但是有這麼先進的一個辦活動場地 以前我們的玻璃藝術界啊 每年還要 跟那阿兵哥借廠房 還要花很多錢去維修 修好 辦完四十天的活動 風風光落幕了 又歸零了 像他這年年可以在這邊辦 就會形成什麼聚落效應出來 這一點是我們覺得很羨慕的地方 你看他開幕式在這邊 開幕式的時候 那開幕式的致詞啊 我都看得特別有趣啊 當然我們今天時間不允許啊 來 他這邊也有什麼 Cosplay 你們有沒有人參加過 有沒有動漫迷啊 有沒有去參加過那個Cosplay 台灣也不斷地在辦嘛 都是民間在辦對不對 像台大那個體育館這場辦啊 有沒有人參加過 有的舉手有沒有 我看看你們 夠不夠年輕 有喔 有人參加 有沒有人去扮演 那個角色版沒有人去參觀了 也是吧 如果進去玩會更好玩了 但是我跟你講 活動兩天三天 也許可以攝攤 也許可以搞笑 對不對 活動結束以後 So hot 又如何 對不對 永遠沒有辦法累積它的成果出來 就是台灣辦文化活動一個最大的迷思啊 為了活動的活動 辦完了 就剩下一堆垃圾 要麻煩環保清潔的人去清 清完以後 收換 沒有續集 動漫節它的思維就非常完整 活動只是一個策略跟手段 它是要引起人家注意 它背後目的在什麼 要帶動一個動漫產業 然後呢 當場有洽簽會 有交易會 來 我就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片子最好的 它剛好中西 一起可以在這邊交流 所以呢 它可以吸引一百三十多家 的廠商進駐 然後就會變成 上中下游全部都來 就會形成 像我們科學園區一樣 一個什麼 聚落效應 它一個文化創業產業可以形成聚落效應 台灣呢 因為我剛剛講過 除了科學園區高科技產業 可以形成聚落效應 其他的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乏善可成 來 就這樣 看起來很年輕 看起來 這是2006年的開幕式會的地方 這些參觀的人 他強調是 不是一次性 也不是消耗性的活動 不是辦一次就留下堆垃圾 他知道 今年辦完 明年還要繼續辦 而且不是辦一樣主題的東西 然後一直會有創新的東西出來 然後呢 不是消耗性的 它是有什麼 生產性的東西 所以產業恰恰會同時上場 好 好 快要到張學良了 我們先把這個台灣的介紹完畢 我們就談到張學良 好 台灣的各位比較熟悉 我就不花太多時間 來 海角7號 各位都看過 恒春就不見得去過了 來 我舉三個例子 就海角7號 有什麼樣的文化 跟這個法蘭茨好了 來 這些各位都很熟悉 現在這些旅遊路線 現在非常紅 這些啊 一個晚上六千塊的旅館就在這邊 隨便你們都比它漂亮 你們家房子對不對 好來 這個地方是阿嘎跟那個女主角 講了 他說 留下來 否則我跟你走 就是在這邊講的 所以這句話 好多人在那邊定情 就在那邊定情 這是什麼 馬拉桑 賣馬拉桑那個酒的地方 然後這個恒春古城那個城牆都在 造就了那個夏都酒店 賺番了 所以他現在掛了一個牌子 花言海角7號 導演演員麗玲 金雞母嘛 對不對 都是一時父母 對不對 好 實際上三房 各位有沒有去過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有沒有 有人聽過嗎 有聽過舉手 這三個而已 有沒有去吃過 好 來看看我上菜 這個它的空間 很有禪味 對不對 很有禪味 因為時間關鍵 因為我今天準備101張的投影片 我放快一點 來 你看用餐空間 看過去看著 所以它玻璃都是落地的 坐在那邊不是只有吃東西 有聽覺 又放古樂 視覺 除了看風景 還要看菜 菜本身就是藝術品 還有什麼 味覺 綜合感受 好 上菜了 這是第一道菜 這個紅外鮮效果不太好 盤子就是盤子嘛 為什麼還有擺花 這就是他們的什麼 賣點 它那中華花藝那個蟬味有出來 對不起 我一直看那邊 對這邊好像有點冷落 看過來這邊 中午有吃飯嗎 有 不會餓把肚子 看到這個不會想吃 如果是11點多上這門課 就更好玩了 你們就胃口大開了 來 你看它盤子擺飾 非常好看 中間還有什麼 水果醋 這個 特別拍一下 它十幾道菜 我沒有全部上 它這個是兩人份的 你看我已經上次 兩人在吃 它是上兩份 這個 藕泥耶 上面撒金箔的耶 你知道金箔可以吃你知道嗎 你會覺得很高貴 一顆多少錢 一千塊加一成付費 一千一 無菜單料理 只是定位 然後去了 幾個人 沒有菜單 它就送幾份給你 像這個是兩個人訂的 最後這個湯 是一朵蓮花 放下去 撐開來 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水果 都是靠什麼 擺飾的 好 那個法蘭茨呢 我的投影片擋 因為太大沒放 法蘭茨是這樣 我特別要提法蘭茨 原因是因為 那個老闆陳立衡啊 他的英文名字就叫France 他用他的名字 來取他的產品代號 他是我的同學啊 所以呢 他是輔大德文系的 我的同學 他現在變成文化 這個創業產業的 一個成功代表 他說我的賣點很簡單 我的思維更簡單 我就是要把我的產品呢 西方人看起來 像西方的 東方人看起來像東方的 其實他什麼都不是 這厲害吧 柯林頓買來呢 當最好的 當國家的理由 因為他說這是 有西方的那個氛圍的 其實他是 又有東方的什麼 元素在裡面 張忠摩也好 還有什麼 好幾次代表 總統去參加APEC的時候 也用法蘭茨來當作 我們的國際交換禮物之一 所以他很成功 法蘭茨 各位如果興趣的話 可以去上網查看好不好 法蘭茨成功的一個過程 很傳奇 很傳奇 才五年光景 五年光景 它是2003年 才開始發展的 其他台灣還有潜力的地方 我先給各位介紹 成不成功 要靠各位去努力 華山英文特區在台北 各位就在那個巴德路那邊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 算是目前來 比較有潛力的 這是什麼 松山煙場 兩蔣文化園區 是對大陸來講 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地方 有一種叫 藍色旅遊路線 紅色旅遊路線 那這算藍色還是紅色 你們都沒有顏色我知道 這是藍色啦 藍色就是國民黨的啦 紅色是什麼 阿強的 你這樣知道 這樣懂了吧 但是很奇怪喔 共產黨對藍色也很有興趣喔 來 這個鐵道藝術村 台灣有幾個 北中南東 家境有五個 新竹也有一個 這個是新竹的畫面 在哪裡各位知道嗎 後火車站那邊 也是一樣 有氣無力的在支撐啊 很辛苦啦 我知道 因為那個老闆我認識 好辛苦在支撐啊 這個台中的建國啤酒廠 也是未來一個 產業基地之一了 現在那個文資總處 在這邊辦公文件會的 還有魏武英 它現在變成什麼 南部的兩天院 南部的兩天院在這邊 所以藝術文化中心 本來是魏武英 什麼地方各位知道嗎 你們這個年紀不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當兵的時候啊 最怕的是到魏武英 去什麼 受訓啊 因為它草地啊 看起來綠油油一片 各位不要上當 那不是草 是什麼 是草 是叫寒羞草 寒羞草各位知道嗎 有刺 結果呢 全部的在那邊 受訓人 要在刺上爬 所以爬下來這邊啊 都傷痕累累的 所以一想到魏武英呢 感覺非常複雜 好來 我們就進入到新竹了啊 因為剛剛洪老師提醒我 時間要掌握啊 好來 不要頭重腳輕啊 來 現在進入到新竹以後 我想先分析一下新竹有什麼 你才知道你的策略在哪裡嘛 對不對 所以我用最簡單的啊 SWAT是在玩的不想玩的 像我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啊 我從文化創意產業跟觀光面 來做一個簡單的分析啊 以文化面來看 我把優勢跟機會把它併在一起 因為節省畫面觀 其實它有一點不同 它有內部跟外部的不同啊 我們現在想把它當做好的跟弱點 優點跟強勢跟弱勢來看好了啊 新竹 我現在講新竹沒有強調新竹線 是強調生活圈的概念 新竹地區一百萬人口生活圈概念啊 你看啊 新竹有什麼特點 你們在新竹至少要待四年 也許六年如果念碩士班 也許一輩子可能就在逐客工作 對不對 也許就在這邊當做你的第二故鄉 稍微認識一下新竹好不好 來 這時候分析新竹了啊 新竹它的優勢呢 就是有多元文化 而且和諧共存 閩客原住民跟新住民 全台灣沒有一個地方這麼特殊 閩南人會講客家話 客家人會講閩南話的地方 台灣只有新竹 除了新竹以外的閩南人 幾乎不會講客家話 只有新竹的閩南人會講客家話 這點很難得哦 族群和諧 新竹縣的客家人口80% 然後其他20% 新竹市呢 剛好相反 閩南80% 客家20% 兩個加起來 除以二 剛好就是什麼 五十五十 所以剛好平衡 所以呢 非常和諧發展的 好來 還有保存許多 傳統客家的三合院 各位 剛剛洪老師有介紹 我們新部有一條 祠堂街啊 走一公里啊 將近十家祠堂 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的 但是呢 大陸馬路邊只看到三家 還要走到巷子裡面 才看到更多 這個要內行人去帶路啊 這些都是客家 精神信仰中心 有 各位知道嗎 最近要選舉了對不對 客家人啊 在新竹地區啊 政黨擺兩邊 中青擺中間 中青的力量比政黨大得太多太多了 因為他們就是有祠堂的關係 有祠堂信仰 凝聚力很強 那個宗主說 好 今年選舉我們支持誰 百分之八十都聽他的 但是今天 如果有政黨說 好 今天我是國民黨的 縣黨部主委 我們國民黨縣黨部主委 說今年縣長選舉我們支持誰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聽他的 就這樣 差別就在這邊 好不好 好來 民俗 廟會 節慶 文化 這些產業活動呢 非常多 不停地辦 雖然辦得不怎麼樣 但是呢 還是有 有就不是 有毛就不是禿子嘛 對不對 至少有辦 但是呢 我們還可以再提升一下 好不好 但是呢 有些活動還是有他的創意戰 尤其像北捕啊 像有時候在俄眉啊 有一些活動 小型活動有小俄眉 頗有可觀之處啦 也有他的弱勢啊 現實政府發放老人年金 拖垮財政 各位知道嗎 你們還沒有六十五歲 你的父母親如果有福氣的話 把他簽到這邊 又滿六十五歲 在 哎呦 現場沒有來 我偷偷講 在新竹縣涉及的 六十五歲上 一個月可以領多少錢 各位知道嗎 遺災吧 八千 如果是老農的話 九千 你看看 一年多少錢 十幾萬 他可以出國玩好幾趟耶 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嗎 排擠到多大的財政 而且這個是不可逆的 你不能說發一發沒錢的不發 你政府關門了這都不能發 不能停發 停發你就完蛋了 為什麼 社會福利就是這樣 游減入奢益 游奢入減難 完了 新竹縣呢 拿頭香 跑最前面 新竹市在後面 急起直追在趕 很笨 那個是人家已經不得已 在走了 後面還在跟著坐 沒辦法 這就是選舉的後遺症 好來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當然 就會排擠到文化經費 這是文化的弱勢 另外政策無法連貫 文化積累 就要弱 剛剛我講過 文化創業產業 就要積累積累積累 才有成效出來 玻璃數節是 全台灣找到一個產業 會生蛋的金基母的第一個 而且是新竹在地性最強的一個產業 而且旗幟鮮明的 可看性很高的 可是一換一個人執政 又不要玩了 因為不是他不好 而是說那是前面人玩的 我不能再玩下去了 玩下去好像抄襲人家了 這種思維就完蛋了 這麼麻煩 這就是選舉的後遺症 所以你說民主是很好的制度嗎 好像要打個問號 對不對 好來 社會變遷 年輕人疏於接觸傳統文化 當然我講的傳統文化就是 尤其是客家文化 生疏了 傳承上會有些危機 因為新竹客家人口很多 好來 創意面的部分 優勢我剛剛講 新竹市玻璃藝術節 至今玄歌不錯 我沒有說他很好 只說他繼續辦下去 那是應付式的 勉強還可以算是優勢 至少沒有斷 還是那句話 有毛就不是兔子 新竹縣國際花股節 現在創意推陳出新 一年比一年盛大 我感到很安慰 因為我是首創者 後面已經辦了第五届的 我覺得還不錯 越來越好 而且還找到一個基地了 在新瓦屋 有個基地 那是客委會的客家文化保存中心 在門辦 很有感覺了 來 還有各鄉鎮市 能開創出自己的產業文化 新竹縣13個鄉鎮 每一個鄉鎮都有自己的產業 這一點很特殊 很鮮明的 像講的士餅 講的板條 東方美人茶 這些都是旗幟鮮明的產業 新竹也有啊 米粉共玩 對不對 也是啊 只是沒有把它包裝好 沒有把它行銷好 這點有點可惜啊 好來 創意面的弱勢呢 小型活動呢 缺乏整合行銷 所以即刻成效 有一點 有受到限制啊 另外呢 縣市政府資源分散 沒有培養出 具吸引力的國王企鵝 應該說是熊貓了啊 裁員一分散 就沒有效果了 宜蘭縣呢 有一個政策很成功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宜蘭縣的國小很漂亮 國小都可以當風景點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 游錫坤 這點不得不佩服游錫坤 一年的國教經費 假設有十億 對不對 他的思維就是 我十億呢 可以創造五個 重新整體規劃設計的校園 他就五個就好 那六年下來 也可以有三十個啊 對不對 他這樣想 可是呢 一般縣市的思維不是 我是十億呢 統統有獎 撒出去 就一個學校大概分到 兩三百萬 兩三百萬能做什麼 就沒辦法做 發揮效果出來 所以呢 他很聰明就是 重點式的 一年 五個學校 六個學校 改頭換面 十年下來 你就知道 整個縣 就脱胎換骨 這是他的政策 這很厲害 我覺得大陸就是用這種方式 我們台灣就是因為選票的關係 灑出去 錢都看不到 就這點很可惜啊 所以沒辦法培養出國王企業出來 永遠都是在養什麼 醜小鴨 就是這點很可惜啊 還有呢 沒有掌握自由客家文化特色資源 所以失去南海市場的競爭優勢 這點也是 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來 產業面的部分呢 剛剛講過 科學園區高科技產業聚落效應 非常非常明顯 這點是我們新竹啊 僅次於台北市 它的消費力 儲蓄力 還有它的整個文化層面的活力 都是走出台北市 台灣省 就是新竹市 看到最多希望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優勢啊 還有地方特色 像米粉共丸 市餅玻璃 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的 這也是很不容易的 只是說還有帶細緻化跟精緻化 另外呢還有具備高科技 高消費能力的人口群 剛剛講過嘛 收入高 它消費能力就高 這很多 這個搞這個精品的 它很清楚 除了台北市啊 最有潛力的地方 就是新竹 那麼它的弱勢在哪裡 各產業缺乏整合行銷 機制 所以呢 人各一把號 各吹各的吊 就沒辦法形成一個什麼 很好的一個什麼 Harmony的一個樂團出來 這點是 也是它的弱勢啊 另外呢 科學園區受限政府政策 未能配合地方需求 釋出觀光資源 我剛剛講過 那個大陸客 千方百計想來 我就門關著 只是偶爾把門縫打開 看一看而已 人家要開大門 走大路 只有你開側門 叫人家走什麼 走小路 很奇怪 人家要掏錢給你 只有你說你不要 我就看不懂啊 產業界本身受限 財力能力 沒有辦法提升周邊的價值 這點 很多小型產業 也是有這個瓶頸 好來 觀光的部分呢 擁有很豐富觀光資源 是無可置疑的 人文景點部分 你看啊 我等下會提到張學良 吳卓流 鄧宇賢 蕭如松 吳卓流何許人物 各位知道嗎 你們有聽過雅謝爾故啊 有沒有 這句話呢 是吳卓流寫一本書 叫雅謝爾故啊 所以呢 他就是台灣意識的啟蒙者 非常非常重要的 二十世紀的時候呢 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呢 被人評斷為二十世紀 台灣百大文學家的 第二十一名 吳卓流 擁有最鮮明的 台灣意識的一個首創者 這一點很難得 那鄧宇賢各位不用忘記啊 這個可能比較熟悉 四月望月 四季紅 月月愁 望春風 雨月花 各位耳熟能詳 對不對 Anada 就是創作者 知道了吧 鄧宇賢 現在新竹窮林有一個鄧宇賢紀念公園 新埔 吳卓流有一個故居的紀念館 那張學良有什麼 故居紀念館出來了 蕭如松呢 在竹東 也是有他的藝術園區了 所以這些都已經有空間可以紀念他了 但是呢我們還要繼續加強 鄧南光是北谷的一個攝影家 是二零年代的 那個時候我們還吃不飽的時候呢 他就有一台萊卡相機 各位知道萊卡 萊卡相機在那個時候呢 三零年代 可以在台北市西門町買兩間店面 這樣知道價值了吧 兩間店面不要 去買一台萊卡相機到處拍 就造就他今天 他如果買兩間店面 他只是一個殘條啊 在收房租啊也對 他買一台萊卡相機 現在有個鄧南光紀念館 文化的價值就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要留名啊 要在文化上 藝術上才留名啊 買太多房子啊 給後代子孫啊 爭權奪利了好不好 來 天然資源部分呢 更不用講了 你看 雪霸國家公園 官物森林游戚區 五指山 石頭山 峨眉湖 這是天然資源啊 然後古蹟 那更不用講了啊 北埔老街 湖口老街 內灣老街 這些你們都去過吧 北埔可能沒去過 內灣應該去過吧 對不對 好 一名廟 一名廟 他的弱勢就是 這些好的景點 這資源的維護跟管理呢 都不是觀光局的業務 分属在農業局 建設局 文化局 觀光局能管的很少很少 結果呢 又是多頭馬車了 所以也是算了弱勢啊 現實觀光資源未能協調 積極整合無法達到互補互利的效果 這也很可惜啊 我常講大陸客如果要來 你要讓他 住下來才能賺到錢對不對 你要讓他住下來 兩個條件 一個是你的景點呢 夠遠 拉到張學長故居 出來 對不起天黑的住下來 我才賺到你的錢對不對 如果你在 新竹市 逛逛逛一看 導遊上車 為什麼 沒什麼好逛 就這樣 下來尿尿就走人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夠深入 夠遠 你就留下來 另外一個什麼 精彩度要夠 他會欲罢不能 導遊什麼時間 留這麼短 很有趣啊 我要多留一點時間 天黑了 留下來過夜 我就賺到你的錢了 如果只有一天的 我賺三百塊 如果是過夜 我可以賺三千塊 差十倍啊 你知道嗎 所以要留下來過夜 才能賺到錢 還有呢 原縣市有一個 跨域的整合機制呢 本來每三個月 開一次的會了 最近好像也流於形式了 好了 我們講 要開始做具體的 我們分析出來的 優勢弱勢了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看 我們有哪些可以玩的 我們先找我們的市場定位 市場定位出來 我們就可以做產品開發 然後做行銷推廣 做服務回饋 來 市場定位很簡單 一句話 No.1跟Only1 我們要找什麼 No.1要跟大陸比No.1 可以比它大嗎 沒有辦法 要比第一名很難 但是我們可以比Only1 我知道唯一的就好 你沒有 我有 安德赫啊 還有什麼 你要爭取大陸客 還是要爭取本地客 爭取本地客 是促進內需 就是我錢給你 你給他 我又把它賺回來 這樣也是帶動產業了 但是呢 沒有賺到外匯 對不對 所以這叫什麼 和尚念經給尼姑聽 懂意思嗎 自己爽啊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我賺到外人的錢 對不對 把共匪的錢賺來 就最好 對不起啊 就賺共產黨的錢 最好 這樣他們錢才多嘛 講共匪是開玩笑 代名詞啊 沒有惡意的意思啊 現在我覺得 他們的錢非常多 錢也掏得出來 消費能最強就是他們 所以我們要鎖定什麼 大陸客 好 在Only One跟大陸客 的市場定位之下 那我們的產品 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我們新竹縣有什麼 張學郎故居 跟三毛孟屋 對不對 那產業部分剛剛講 士餅板條 新竹市呢 科學園區 還有一個還沒有 還沒有啟用的 黑蝙蝠紀念館 去探尋大陸客 他們對這個很神秘 為什麼 冷戰時期呢 我們曾經跟美國合作 他們出飛機 最好的隱形飛機喔 然後呢 用我們的飛行員 飛過去搜集情報 搜集到情報給誰用 中美共享 那時候講中美 現在講台美共享 這樣懂意思嗎 以前講中就是我們了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中了 因為中在對岸了 我們就台了 台美共享 可是呢 前後將近二十年 總共被打下來 十三架飛機 一架飛機上面有十幾個人 十四個人 你看陣亡多少人 國家精英分子 一架飛機一打下來 十四個家庭破碎 結果呢 這個冷戰時期的歷史 翻開一看 哇 大陸也恍然大陸 原來你堅持我二十幾年 我都不知道 其實會被你打下 你當然知道 對不對 但是呢這個情報都在哪裡 都在美國那邊 美國很聰明 對不對 他用 我們也是台灣也是中國人 去刺探中國的情報 如果被打下來 他不會說是 美國侵犯到人家領空 對不對 那是台灣跟大陸之間的 內戰問題 就這樣 所以呢大陸人對這個 很有興趣啊 所以黑蝙蝠紀念館 很有潛力 現在呢在催生當中 是清大一個 王俊秀教授呢 現在積極催生 聽說龍運台也在旁邊 推他一把 產業 米粉共玩那個不用講 各位都吃過 對不對 還是不夠精緻化 在城隍廟去吃 很有很好吃 可是呢 一點都沒有愉悅的感覺 對不對 對不對 剛好講到食養三方 坐下來吃 不是吃了 那是一種什麼 一種飄飄然 什麼感 幸福感 懂嗎 我們就追求幸福而已嘛 對不對 就是那種感覺 可是你在 新埔吃板條 在城隍廟吃米粉啊 沒有幸福感 沒有幸福感 只有什麼 飽足感而已 對不對 好 還有呢 我們已經找到了 產品定位對不對 我們家開發策略就是 把張學良故居跟科學人群 把它培養出來 好好的塑造 成為什麼 成為什麼 國王企鵝嘛 你不講國王企鵝 你就講團團演員也可以啊 對不對 好來 剛好兩個嘛 張學良故居當團團 科學人群當演員也可以啊 這個畫面跑出來 沒關係啊 希望藉著這兩個 國王企鵝 兩支國王企鵝來帶動什麼 周邊產業的發展 就是這種思維而已 你如果說 這個也想做 那個也想做 全部都一群醜小鴨 沒有人要看 連自己都不想看 不用 你把錢集中起來 培養一支 兩支 國王企鵝就好 其他的醜小鴨也會人看 就這麼簡單 你如果培養出來 全部都醜小鴨 就沒人要看了 好 行銷推廣 我們就要講過 藍色旅遊路線 就是我們的一個推廣 最好的一條路線啊 另外就是 學學大陸的加油添醋啊 製造議題啊 創造一些誘因 對不對 像苗栗啊 他沒有什麼觀光資源 但是他很會製造誘因 對不對 他現在劉正宏現場很厲害 他說 你們不來沒關係 我就不相信你們不來 他用什麼方式 你觀光可不來 但是旅行社有錢賺 他就來 他說 你只要旅行社願意把 遊客帶到苗栗來 過夜 一個人頭貼你三百塊 旅遊業者啊 還想 一個人 一個團二十個人對不對 他就可以賺六千塊 他說 我的利潤都沒這麼高耶 那可以 我送到苗栗去 登記 好我今天有帶一車的人來 二十個 你就等著去觀光局 領什麼 六千塊的什麼 獎勵金 眾賞之下就有勇夫 苗栗就這樣玩起來了 苗栗就這樣玩起來了 你知道嗎 就是知道幼兒嘛 對不對 劉正宏現場 很務實的 你不要看他這樣 來 舉辦促銷江連華會 旅展 新竹縣剛辦完旅展 在那個體育館 各位朋友們去看 服務回饋 快速回應 顧客需求 提升質感內涵 跟滿意度 然後呢 要有永續的概念 不要殺雞取卵 像張宣洋估計現有引優喔 遊客去了 更高報一個數字啊 還沒有愛力風災之前呢 許爸國家工業開放 一年有三十萬遊客 進到清泉 愛力風災五年前的事情 愛力風災以後呢 一年剩下三千個 兼兩個零 所以他們那邊的產業 全部躺平了 全部出來找工作了 那現在張宣洋估計 所以從去年12月12號 洛神啟用以後呢 到上個禮拜截止呢 已經有十萬個遊客進去了 回復了 回復了往日融景了 但是呢 問題來了 攤販 垃圾 來了 我們種了草皮 快要給人家採死了 一摺油一摺一起 草皮會被人家採死 代表有人來啊 最怕長太高 可以藏老虎 就完蛋了對不對 所以呢 草皮採死我不難過啊 但是攤販垃圾 我很心痛啊 所以我們後續的 OT啊 還是管理部分 我們還要繼續加油啊 好來 還有20分鐘啊 沒關系啊 把這個張宣洋估計啊 來跟做一個報告啊 我們當時重建的策略呢 是從 把這個策略過程 跟各位報告一下啊 當然有它背景因素對不對 策略過程成果展望 緣曲很簡單 我不斷地提到 因為 要開放道路客 來台觀光 它是金鸡母啊 會下蛋的 不是只會拉屎而搖 它會下蛋 所以我們當然要抱住 對不對 因為桃園抱到兩蔣的大腿 苗栗抱到馬英九大腿 我們新竹縣妹都要抱 抱到張學良大腿 就這樣 抱住的就緊緊不放 對不對 這是金鸡母啊 會下蛋的 然後呢 藍色旅遊路線很紅 大陸同胞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鎖定這個啊 還有呢 我們就要塑造國王企鵝 或是培養熊貓 好 推動策略呢 就是 我們的策略是這樣啊 成立一個跨局處的推動小組 張學良三毛故居開發圍觀光景點 這麼長 簡稱張三小組 這麼簡單 所以在下呢 是那個小組的召集人 所以呢 有兩年時間都叫我張三 都忘了我的真名了 我叫張三 召集人是在下必然我 因為他牽涉到這麼多單位 有一個主政單位呢 是觀光旅遊處 因為是觀光思維跟文化結合的 他有幾個單位的配合 就是文化局 民政處 因為原住民地方是民政處 還有呢 有工程 工務處 還有呢 水土保持的部分 有農業處 還有呢 地幕變更地震處 還有一個在地的父母官 五峰鄉公所 這樣一個單位 如果沒有一個整合單位 各吹各的吊 對 人各一把號 各吹各的吊 沒辦法整合 所以呢 我們當參議員呢 就是做這個工作 把它整合起來 每個禮拜開會 每個禮拜整合進度 有問題 當場解決 這樣經過兩年多 開了將近五十次會議呢 才把這個固局催生出來 我們的預算規模呢 2.5億 科目呢 擴大內需 運氣很好 就是馬政府上台以後 就提出一個擴大內需 各縣市政府啊 只要能提出具體計劃的 通通有獎 結果呢 我們在之前 兩年前就成立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了一件工作 就做騎勞訪談跟什麼 整體的規劃設計 花了一百二十萬 請一個景觀公司呢 幫我們做一個清泉風景特定區 整體規劃設計 其中提出來的就是說 要把張學良跟三毛故居 把它整建出來 然後把周邊的景觀弄好 道路系統把它做好 兩億就可以做起來 初步達到效果 我們就用這個計畫送上去 結果呢 要五毛給一塊 我們申請兩億 結果給2.5億 很幸福吧對不對 我們現在做 就是做 現在我的工作 就是執行這2.5億 2.5億還沒有執行完畢 為什麼 故居部分只花了六千萬 另外還有一億九千萬 做什麼呢 就道路系統的 還有一些景觀部分 今年要繼續施工 尤其合體整治部分 所以我說你明年去 會更漂亮 因為美化部分還沒做 我們現在是孩子生下來了 還沒有打扮 打扮好 你們再去看會更漂亮 好不好 好來 第一步 其勞訪談太重要 為什麼 因為張學良啊 來到台灣來 第一個點 就是五峰 而且呢 一待就12年 而且呢 他的生命過程當然101年 只有這12年 空白一片 為什麼 因為這12年 他是被憂禁在那邊 對外失去聯絡 沒有任何的管道 除了少數幾個 蔣夫人 還有董顯光這些人 可以跟他接觸 其他人全部禁止 所以呢 連他的家屬都不知道 他是活是死 只知道他1946年的時候 被送到台灣來 在哪裡 摩扎亞 不知道 一直到1960年 蔣介石心頭之恨放下來了 就跟他兒子講 他兒子是誰 蔣忠正的兒子是誰 蔣經國 經國先生 他說啊 張學良這個人啊 本性不壞 但是呢 思想一受人左右 他就說被共產黨利用了 所以你要當他的知心朋友 下一句話沒講 好好的監 監視他的意思 對不對 不要讓他變壞 不要被別人帶壞了 意思 他就派他兒子去當他朋友 果然被帶得很好 後來你看 終其一生 共產黨一直跟他招手 他有沒有回去 你們對張學良這麼陌生啊 等一下我再介紹 你可能對愛情故事有興趣 我看其他都沒興趣 沒有回去啊 他最後恢復自由了 他選擇住在夏威夷 最後終老 葬在夏威夷 中國大陸啊 垂胸頓足 沒有把他找回去 是他的擋齒 共產黨的擋齒 很多人下台啊 你要策動張學良回來他的道路 為什麼沒有策動成功 很多人為這種事下台 我跟你講 最後他沒有回去 當然很複雜 背後因素很複雜 有國民黨因素 有蔣宋美林因素 有共產黨因素 告訴各位 最簡單兩個因素 當然很複雜 兩個因素 一個是蔣宋美林因素 因為蔣夫人那時候還在美國 還沒過世 他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呢 他當時 跟蔣介石 還有宋美林之間呢 有一些口頭承諾 所以張學良 隨時看得出來 他是信守承諾的人 東北漢子喔 信守承諾 第二個 他的弟弟張學思呢 在文革的時候 被共產黨鬥死 他覺得共產黨 並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好 所以他最後沒回去 這兩個很關鍵因素 這是事後我跟他們子女 他們後代有聊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先騎老訪談 經過五十年了 我們現在找到這些騎老 你想想看 大概幾歲 都比你大 對不對 二十一歲 你二十一歲大 那你當然還沒出生對不對 那時候 告訴各位喔 這個趙福妹呢 是第一手資料喔 她九十三歲 是現存的訪談人口裡面 高齡最高齡的喔 她是何許人物 她是當時看管張學良 有一個叫國防部軍統局 軍統局是就是 後來到台灣來改成保密局 保密局後來呢 就拆成兩個局 一個叫調查局 一個叫什麼 情報局 現在這兩個局都在啊對不對 情報局屬於軍事系統的 調查局是什麼 政務系統的 那個時候保密局呢 她 有 一個 大概一個排的人力 三十幾個人 等一下 照片不然沒有秀出來 其中呢 她要搭配當地的警察機關呢 做聯合警衛 當地警察機關的所長呢 就是這個 叫趙萬華 趙萬華 她是泰亞族的 不對 她是賽夏族的頭目喔 她的太太還在 九十九十三歲 會講五種語言 太佩服了 國語 客家話 日本話 山地話 他們族語喔 還有一個什麼 那個閩南話 五種語言 很國際話 對不對 她有時候還會 Elet 我說Elet 什麼的 優秀的意思啊 Elet 好像英文也可以通喔 對不對 是日文啊 好玩喔 這些 都是我們訪問的其勞 把它拼湊拼湊拼湊 拼湊起來的 訪問這麼多 比較精彩 就剛剛講趙芙妹以外 還有這幾個人喔 煮飯給張學良吃的 劉家財 都是憲兵隊隊員 就是所謂保密局的啊 神父跟張學良沒有關係 我訪問他是要知道 他跟三毛的關係 他跟三毛有非常特殊的關係 三毛也因為神父到清泉去 神父也是因為三毛 要幫他翻譯一本書叫《清泉故事》 所以他就幫他在對面 住一棟小木屋 不是木屋啊 磚瓦屋 所以那個地方就變什麼 三毛的故居了 其實三毛沒有住 他只租下來在那邊寫作 只是他後面很多篇的文章 不斷不斷地提到那間房子 那間房子變成他的一個 夢想的寄託所在 所以我們叫三毛夢屋 三毛夢屋 後來我一直研究 我就問神父 神父還在啊 才六十幾歲 他是美國人啊 是美國人 我說他那個房子啊 看起來也不怎麼起眼 他為什麼會這麼愛戀這個房子 一直不斷地提到那個房子 對房子充滿了 非常深的那種憧憬跟想像 我說那個房子 就是你神父的化身對不對 他不敢否認 意思就是說 三毛一直寫 他對那個房子依戀 其實它是移情作用 是對神父的依戀 是這樣子的 我問神父 神父沒有否認啊 後來你再翻開三毛的情史啊 三毛會三種語言對不對 會英語 會德語 會西班牙語 因為他剛好認識這三個 他的男朋友 或是他的先生 他第一個認識是德國人 不到一年 他認識只要敢騎隊了 馬上就墜入情網 然後呢 一有感情支撐 馬上就學該國語言 兩個月就可以學會 你看愛情力量有多大 兩個月學通德語 最後三毛還在文化大學的德文系當講師呢 愛情的力量 我們學了四年他不敢開口 他兩個月 因為有吃到口水的關係吧 厲害吧對不對 後來呢 他又認識了西班牙的何西 兩個月把西班牙文學通 厲害吧 厲害 佩服 後來呢 他還可以幫美國籍的神父翻譯小說 那不是只會講而已呢 還會翻譯的 你看看 厲害 他正式學歷 小學四年級而已 他只有讀小學 正式 他正式的學歷只有讀小學四年 小學都沒畢業 傳奇吧 有興趣上網去查他資料 非常精彩 他本名叫陳平 耳東成 平安的平 後來才研究 他因為有憂鬱症 有憂鬱症 有早期叫自閉症 他是自閉症 所以他沒有辦法上正統的小學 他在正統小學會被人家排擠 老師都會排擠他 後來他就 所謂自閉症 找到他一個舞台以後 他就可以發揮得比別人還好 你知道嗎 真的是驚為天人 所以他只要遇到一點挫折 如果沒有找到一個窗口 完了 他就會結束生命 所以他在48歲那一年 憂鬱症 在榮總住院 趁家人不在的時候 在廁所裡面 用絲帶上吊自殺 傷了好多人的心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也是傳奇故事 三毛是四川人 三毛在大陸也有高知名度 哇天啊 也是知名吸引力 所以我說張學良跟三毛的故居 近在迟迟 結合起來啊 對大陸來講 真的是致命的吸引力 所以我們這個 抱到兩隻金鸡母了 好來 你看看 枕之前是這樣的滿目倡移 天主堂在這邊 就是丁神父 丁松青神父 有一個光企社社長 叫丁松云 你聽過嗎 那個就是他哥哥啊 他們兩個兄弟啊 是美國人 但是呢 他是敘利亞 中東的医 然後到美國去移民的 很前出喔 三十幾歲 就到台灣來 到這種 熊羌屁壤來當神父 一晃就已經三十幾年 他現在已經六十四歲了 你看看三十幾年的光陰 就在這邊奉獻了 這是故居原子的地方 你看看 滿目倡移 整是一個產自了的 對不對 這就是艾利峰災以後的後遺症 就這樣 我們的規劃出來了 目前已經完成大概80%了 頗有可觀了 好 等一下我會秀一下 已經整治出來的 還有十分鐘 好來 對不起啊 再八分鐘結束 你們是三點半以前 要下課 來趕快 這些就是很關鍵 這些老照片 全部都是什麼 張學良跟趙玉迪呢 在武峰清泉 生活十二年的生活照 對外沒有公開過 第一手資料 神秘的十二年 最後臨門一角就是 他的子女張呂之 張呂恒呢 一個住在香港 一個住在北京 一個偶然機會 給我們縣長吃飯 這樣子一個機緣 他說我們在整治張學良過去 好 我有五百多張照片 他說是在夏威夷的時候 他大伯交給他 那照片全部黏成一起了 黑白的 都沒有用了 他丟掉吧 後來他用藥水把它分離出來 然後用數位化 太棒了 你看 影像還這麼清晰 張學良 他這個時候剛來 才四十七歲啊 上將喔 四顆星上將 變成農夫 那個心境的轉變 各位能承受得了嗎 所以他一去到第二個月 就寫一首詩 山居憂處境 舊雨隱心寒 輾轉眠不得 枕上淚難乾 你看他心境 大丈夫晚上睡覺 可以把枕頭弄濕掉 不容易吧 眼淚喔 你看他到最後就讀書了 這是他趙一迪 這個他的趙斯小姐 好 他才 他小孩十二歲 張學良四十七歲 他就是三十五歲 這就是趙玉迪 那有幾個高官來看他 莫德惠 張志忠來看他 這就是張學良故居 我們憑這張照片 把故居還原的 最得利的兩張照片 好 我把這個亂過去 你看喔 我們要營造的空間 你看我們現在營造回去了 現在是這個事已經 現況是如此 這是我們去參訪 我們不但收集到老照片 我們還到大陸的瀋陽去參訪 去跟他們做管機交流 成果就是去年的12月12號 這位馬總統 坐直升機來剪彩 哇 不得了 大陸中央電視台第四號 報導15分鐘 所以我說欸 結果我帶了幾次大陸同胞去 他說我在中央電視台有看到 那個故居啊 就是前面有一個泡湯池對不對 我就帶他去 喔 就是這個樣子 對對對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把鞋子脫掉去泡一泡 他就覺得很爽了 就是這樣喔 我們辦開幕典禮是這樣喔 你看 恢復了吧 這就是泡湯池 張學良以前泡溫泉的地方 剛剛買蠻木窗夷的 已經獲得很大的改善對不對 是室內的 書房 這是故居的外觀 很多人說啊我也來蓋一棟 我說你沒有張學良那麼偉大啦 你可以蓋小間一點喔 這個也沒多大間 一百五十平方米而已喔 好 來 整個環境整治這個樣子了喔 開幕活動 這是獅子 獅政 來 我們希望是這樣 因為張學良是跨國際 他是國際的張學良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 中國跟美國 為什麼要拉美國你知道 因為張學良對共產黨不放心 對國民黨呢 哈 還有一點什麼 戒心 最後他把它所有的遺稿 全部捐給美國的 哥倫比亞大學 好可惜啊 我們沒有拿了半件 我們現在展出來 全部都是銀本啊 但是呢 照片是第一手的 照片就是那五百多張照片 是第一手的 這疙瘩 哇 紅色不清楚啊 我們現在想做的是 台灣 中國能夠 學術文化跟觀光連線 我們每年的12月12號 要辦什麼 管機交流 辦學術研討會 辦交流 產業交流會 然後呢 促進彼此 東北跟台灣之間的觀光連線 希望用張學良 來當作一個什麼 交流平台 好 我會留 各位如果有興趣 我來講張學良 跟趙怡迪的故事也可以 來 張學良啊 他這條這個人啊 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漢子 他的人格特質呢 因為我擔任張學良 故居推動小組趙怡迪 所以我花了兩年時間呢 大概 看他的書不下十本啊 當然很多拜官也有史 有跟史詩不符的 但拼湊起來以後 比較接近史詩啊 我覺得這句話 最能代表他晚年的心境 他說呢 不怕死 不愛錢 丈夫 絕不受人臉 你不要來可憐我 頂天立地男兒漢 光明磊落 度於一年 這是他的心境 最後呢 他沒有說 他說我沒有虧欠任何人 他沒有虧國民黨 也沒有虧共產黨 他說我就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漢 這是他的寫照 但是呢 他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呢 其實我時間沒有掌握得很好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 有沒有問題可以提的 有沒有 好 那洪老師說 我再用一兩分鐘時間 介紹西安事變好嗎 為什麼會這麼關鍵 張學良這個人 在兩岸 為什麼有這麼大真意性 我很短時間給各位報告 一定要了解就是 如果沒有 民國25年 1936年的12月12號 凌晨一點的槍響 就是所謂西安事變 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這麼關鍵 懂了吧 為什麼這樣 因為 蔣介石當時有一個所謂 東征剿匪 才抗日對不對 他看清楚日本呢 野心就是要併存中國 但是中國的勢力還不夠 一定要培養勢力 所以他提出一個所謂 安內攘外政策 安內就是先把共產黨 先把它清掉 才來一致對外 對共產黨 結果呢 共產黨已經被繳到西安 到延安呢 剩下三萬五千個殘餘部隊 再一次圍剿 他就 蔣介石就派張學良 你是 繳匪副總司令 總司令當然是蔣中正 你把那三萬五千人 殲滅掉 他就可以當什麼 國家的二號人物 可是呢這個時候 共產黨 岌岌可危對不對 出了一個人才 不是毛澤東 有一個才子 叫周恩來 他一看 不得了 趕快去找張學良 張學良 我剛剛講過 他是漢子 但是呢 容易被人家左右 周恩來 用一句話 就可以改變他 他說 蔣介石啊 你不可以聽他的話 你看看 你的東北 已經被日本拿去了 因為918事變 就被日本拿去了 對不對 然後呢 蔣介石把你 調到西安來 打我們自己人啊 共產黨也是自己人啊 對不對 他就是用一石二鳥之計 他故意啊 用你東北軍跟我們來打 打完以後呢 他就可以坐收羽翁之力 最重要的是 我們共產黨也是中國人 中國人 不打中國人 就這麼說 打動他先 他想也對啊 我的東北都淪陷 被日本拿去了 蔣介石為什麼不去打日本 反而打自己人呢 他想也對啊 好 我們就來跟蔣介石報告說 一定要先打日本 不要先打自己人了 就去什麼 去跟他報告 蔣介石不但沒有聽 而且把他轟出去 三次都把他轟出去 張學長說 那沒有辦法跟他溝通了 那只有一條路 兵箭 後來呢 就把他加持起來 就把他殺掉 就在12月12號 凌晨1點的時候 把他加持起來 最後呢 前後持續了13天 到12月25號那天 就是聖誕節那天 對不對 蔣夫人呢 當然很多國際因素 很關鍵的一句話 因為蔣夫人跟那個張學良也是好朋友 漢親啊 你不要做傻事啊 你不要當民族罪人啊 他想說既然大姐都出面了 我沒有什麼所图 我只是抗日而已 我只是要求他抗日而已啊 好啊 他如果答應抗日 我就放他 後來蔣介石口頭答應 好 抗日 放他出來了 結果他想說 我坦坦蕩蕩有什麼關係 不但放他出來 而且還護送他回南京 你知道西安市面有兩個主角 還有一個是張學良 一個張學良 另外一個是在楊虎成 你知道嗎 楊虎成說 哎呀糟糕 我們的大哥 怎麼跟著他上飛機啊 周恩來 跑到機場說 你不能去 你不能上飛機 你上去就完蛋 蔣介石啊 心胸很狹小 你不能聽他的話 你上去就完蛋 這邊如果有講假 你就抱歉了 結果他說 我沒有什麼私心啊 我只是叫抗日啊 我沒有對不起國家 我坦坦蕩蕩啊 上去了 楊虎成說完了 本來想說 飛機飛上去 他就把他打下來了 可是老大哥跟他一起上去 不敢打 一下飛機到南京 馬上被扣押起來 判軍法十年 沒事了對不對 十年有什麼關係 可是蔣介石很好聽 他說 特赦 不用關 就像阿扁可能也會特赦 但是又加一個彈書 嚴加管束 完蛋 這四個字 結果呢 關十年 一般關五年就可以出來 對不對 結果呢 他嚴加管束 四個字呢 張學良失去了五十年的自由 就這樣 東躲西藏 最後 1946年的十一月二號 送到台灣來 第一站就在武峰 而且在那邊一待就待了十二年 所以你看他來 山居幽楚靜 舊雨隱心寒 輾轉眠不得 枕上淚南竿 就這樣 後來蔣公去世的時候呢 他想說 我應該自由了吧 蔣公還沒去 他過來七十歲生日的時候 很有趣 蔣公七十歲生日的時候 剛好被關十年了 他想說 哎呀時間應該到了 他就趁蔣公生日的時候 送一支手錶給他 告訴他說 我時間夠了耶 蔣公也不是省油燈 送他一支釣竿 他說 清泉武峰很多魚可以釣 你慢慢釣吧 就這樣 結果他一釣 釣了五十年的魚啊 沒有了他只釣十二年的魚 所以照片裡面 很多釣魚的畫面 很好玩 這就是恩怨情說 所以蔣公去世的時候呢 張學良 我有一句話啊 他寫一個對聯 他說 我跟蔣介石 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說 他最後寫一個晚聯 兄弟之情 不不不 他說 宛如親情 宛如兄弟 政見之爭呢 宛如叩仇了 這個 關懷之音 情同骨肉 政見之爭呢 形同叩仇 就是這樣 他跟蔣介石 就是這樣 好的時候像兄弟 但是 一掌了政見 完全不一樣 南原北色 就像仇人一樣 最後呢 他要送給蔣介石的 林堂前面擺 蔣夫人說 汉青 不好吧 就沒有擺了 汉青是誰 就是張學良的號 自汉青 好不好 至於說他跟 趙怡迪的故事 愛情故事啊 非常欺美動人啊 我想網路上資料也很多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跟各位分享好不好 我想今天的演講 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 謝謝各位